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在26歲的時候 你一個月領多少錢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在政府的官員裡面 現在有人26歲 他可能是第一份工作 但是他現在的傾薪 73000元 這是否代表著所有的大學畢業生 未來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小英總統 都會給我們73000起跳呢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才剛掛牌沒多久就被發現 他們的薪資一個月 尤其是約聘僱人員 月薪平均都在73000塊 結果被人家認為說 簡直就是肥貓 因為你這個跟一般公務體系裡面 酒職等的科長級薪水 這些所謂的約聘僱人員 都是從立法委員 應該說前立委 顧立雄 他現在是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 主委帶過來的 你看有他過去的這個唐玉瑩 李維君 朱婉寧 還有26歲的黃玉芬 所以你看看 過去他們在立法院的助理薪資 不過就是三四萬 現在到了這邊 動輒是四萬五萬起跳 而且薪水跳這麼多 對 薪水不但地跳了 甚至你知道嗎 還有什麼休假補助 三十萬 還有這個進休補助 十二萬 還可以進休 可以進休 進休還有這邊這個預算 還可以去讀書 讀書也有錢拿 我不知道討黨產 幹嘛要進休 對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好一個顧大善人 除了肥水不落外人田 現在大家也講說 那不就是顧立雄用自己人 顧立雄不當委員會 這不是等於是把自己人馬 都用這個國家的工廠去照顧嗎 好 其實你在看到這個東西 你會讓人家更生氣的是 我們政府不是在講說觀光 現在觀光業非常的慘 慘 淒慘的慘 那我們政府不是說 東南亞旅客趕快來 趕快來 之前七月初不是才決定說 為了推動觀光 把東南亞旅客這些國家 都免簽證來台 你這麼講 日本 韓國不是說 七 八月份來的觀光客比例 都是往上升 人數也往上升 什麼6% 什麼8% 8月的時候也曾經拍板說 泰國 雯萊來這邊來台 免簽證30天來觀光 結果東南亞旅客不來 你說日韓的旅客來台 人數也比較增長 可是陸客不來 還是受到很大的衝擊跟影響 他們發現剛剛講的 日韓旅客也好 或是東南亞旅客好 好像對這個陸客不來的衝擊 沒有多少幫助 結果現在他們想出了一個 要解救觀光業的一個辦法 真的想到藥方了 內鐵藥方好不好 好 擴大國民旅遊卡的方案 也就是國立公務員 你一年有16000塊新台幣的額度 你一定要去消費 去幫助那些受到衝擊 影響的一些觀光業的旅館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家四口 假如一家四口帶著全家大小 去墾丁或者是去花蓮 你去看看包括交通費 還有包括住宿費 兩天一夜 要不要16000 早就超過了 可能還要倒貼 對啊 滿貴的 叫國人自己去觀光 才是我們舊觀光 這是什麼邏輯 神邏輯 左邊口袋的錢放到右邊口袋 你覺得這是錢會變多嗎 所以政府叫你去玩 我們的觀光產業就會帶動了起來 這你相信嗎 鬼才知道 好 再來說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說 你看人家中東真的在拚觀光 杜拜花了多少錢 300 400億美金 在蓋全球最大的室內熱源 主題樂園 然後2020年要拚2400萬人次 造訪杜拜 有野心 但其實我們台灣也不落人後 怎麼說 我們有八年800億的水上樂園 等一下 水上樂園蓋好了嗎 昨天開幕了 800億 昨天開幕我怎麼都不知道 你沒看到新聞嗎 新聞在那邊有報嗎 你看 這不是全部都水上樂園嗎 在台南市的中西區 東區 南區 還有北區 安南區 安平區 好幾個地方 人德區 永湯區 七谷區 全部都是 你有沒有看到市場 我水上可以玩碰碰車 全亞洲最大的水上樂園 昨天就在台南市 各區開幕了 你知道嗎 那我問你一個是 昨天的雨好像瞬間的雨量 是比較大一點 可是怎麼會醃成這樣 這個我是用 剛剛是用比較酷手反諷的說法 去講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個水上樂園 是用八年800億蓋成的 八年800億我聽得起來 好像是當年的治水方案 沒錯 你也聰明 八年800億是當年治水方案當中 台南市分到了多少錢 169億多元 快170億元 這麼多錢 結果170億元的治水預算 卻造就出這樣的一個水世界 這不是水上樂園嗎 這不讓人家看到會生氣嗎 可是八年800億這些錢 丟到哪去了 怎麼治水無方 那治水無方是誰的問題 縣市政府你有問題 想想看這錢都撥到縣市政府去了 他們用到哪去了 為什麼是這樣的結果出來 可是我們說到現在要拼觀光 你可曾想過一件事 我把左邊的口袋錢拿出來 我放到右邊口袋去 你覺得這個錢是真的 算到錢了嗎 其實不是 都在自己台灣島裡面繞啊繞 但人家國外拼觀光 你不要說什麼 看杜拜好了 就不一樣了 現在已經民進來講到杜拜 我們馬上看杜拜怎麼拼光光 你知道前陣子杜拜 他有一個深水炸彈 什麼東西竟然能夠破 什麼是深水炸彈 你說的是海裡面的軍事用的嗎 沒有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個 他用了6000多個威士忌的酒杯 排成了一個骨牌 然後再輕輕一推之下 接下來骨牌效益6000個酒杯 就這樣 最後再掉到啤酒杯裡頭 不會的過程 你絕對不能都出一次的差錯 你曉得 他雖然整個過程就55秒 但是光清點酒杯數量 有沒有破紀錄就花了兩個小時 而且人家花了快半年準備 每次都是100多人大陣仗 光排一次演練 就要花12個小時排酒杯 光這樣子就要12個小時 但人家目的是什麼 什麼目的 人家目的就只是破紀錄 不是啊 人家的目的是破了這個紀錄之後 要上國際版面 讓大家認識杜拜 所以就是說今天這則新聞一上來 全世界所有的大媒體 全部都報導了 請問杜拜現在全世界知道 你破了這樣一個深水炸彈酒杯紀錄 他需要花錢去行銷這個新聞嗎 他不用 不需要 而他辦這些活動所花了這些錢 又讓觀光客看得過癮 好 同樣杜拜多聰明的地方 我們來看 你奇怪了 怎麼有人在杜拜的第一住宅大樓 號稱101碼頭的這個住宅大樓 在升旗 立剛才會飄 這個很危險 可是立剛 這個旗怎麼怪怪的 怎麼像個人啊 對啊 原來他真的是個人 他是馬來西亞的這個好手 叫Abdi 這個庫跑好手 他就直接在 杜拜的政府邀請下 就到了他們第一住的大樓 你看他現在 再看一次 抓了一個垂直物 啪一下 那要多大的腹肌跟支撐力 才能讓自己的人體變成旗幟 變人體旗桿 是 整段過程 是不是全部被拍攝下來 你說這一段影片 有沒有要上國際版面 那講到杜拜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特別的國家 是 立剛你看一下 這台車 你覺得他大概多少錢啊 這一個車子 怎麼那麼前衛的造型啊 那你覺得他大概多少錢 可能大概要一兩千萬吧 告訴你 他要一億啊 什麼 那麼貴啊 好 我告訴你 他要一億啊 杜拜人喜歡這台車 人家說他醜死了 有什麼好喜歡的 原來杜拜人的富豪們品味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台車子裡頭 他竟然有酒吧 電視機 還有壁爐耶 你看 壁爐耶 那這個地方 簡直是一個高檔的這個 飯店裡面的那個房間 對 飯店移動的 富豪的 移動房間在這個車上面 你看 剛剛還可以看到星空 因為他還可以敞篷 這些你自己個人的 這個高級的房間 就不用多說了 好 他要一億 為什麼 因為他外面 你看 杜金 你知道 你說這個漆 杜白的富豪就喜歡金色 光這個漆這麼貴 是 富豪金 好 你現在看到杜白的有錢人 他們的想法跟人家不太一樣 他們甚至現在杜白成為了 全市阿拉伯中心的轉運中心 他們的吞吐量很大 大到去看他們的機場附近的空廚 竟然也可以成為全世界最大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那個車頂上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藏篷的 好高檔 是啊 所以你要講 車上的黃胖 升降機上來 你還可以站在這上面 是啊 我沒想到 居然連這個沙發椅 都已經可以升到這個車上 對 然後你看看 現在 沙發是自動升起來的 然後你打開了車子的頂篷 接下來你就可以在 全世界最貴的移動式黃宮 看那杜白的星空美景 而且杜白它現在成為 阿拉伯世界的轉運中心 你看它吞吐量之大 大到什麼 大到他們的空廚 都必須是全世界最大 空廚也是最大 八個足球場大 立刻我馬上去直擊 光的空廚這麼大 對 這個名號稱為 EKFC的他們的杜白空廚 他們一天能夠產出 20份的空廚餐 那相當於立剛 你這一個人大人 可以 他一天產量讓你吃 180多年 可是真的 他一年可以產 5000多萬份 相當於台灣人 可以全部台灣人吃兩天 其實杜白他們這些 我們講的一些文化 滿特別的 你知道有人覺得說 杜白有錢人嫁給他 應該不錯 不一定 你可能要能夠適應 他們的文化 為什麼 男女有別的文化 就有一位杭州姑娘 嫁到那邊去 他說第一 我嫁過去之後 我們的宗教 就必須要信他們的宗教 是不是 你意思說就一定要信 伊斯蘭教 衣服呢 衣服是不是要有改變 比方說他一開始 沒有被要求為頭心 他就已經覺得很棒了 因為你必須要先把自己的那些 比較暴露的衣服都丟掉 還有 他說他們的男女有別 真的是讓他覺得印象很深刻 銀行牌也是男女有別 公車前面做女的 後面做男的 就算哪一個區域擠得籌破鐵流 你也不能夠到 不是你性別的那個區域 他說這樣的男女有別 還必須擴及到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你絕對不可以去交 不是自己老公 不是自己公公 不是自己兄弟 不是自己的孩子 其他的男人 你都不能交往 如果有一天來你家敲門 不是剛剛上書我講的那些人 抱歉 你必須說家裡沒人 奇怪 此地無遺三百兩 含有自己含 然後說家裡沒人 他們每天這些 嫁給這些中東富豪或杜白富豪的人 家庭主婦 他過什麼樣的生活 他說他們 其實看到他們可能也許下品 就是上午那麼短短的一兩個小時 因為他早上很早起床 送小孩去上課 然後也許可以去下個品 但中午以後 你就要準備寄小孩回來 好好的相夫教子 而且他說他先生 把家裡所有的證件 包括他的護照 房地產器 出身證明 什麼都全部都帶去上班 他問老公 為什麼 你為什麼每天要把關於我的 或關於家裡的這些所有證明 都帶在身上 他老公說 不然哪一天你跑了怎麼辦 你會發現杜白的富豪想法 滿特別的喔 看到那杜白 你看到現在世界的轉運中心 就是那一大杜白了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曾幾何時台灣也想變成亞太的 轉運中心 但現在的這個時候 蔡英文只能向他東南亞招手了 但你招著招著 你要注意 有個國家你想招他來 他還不願來 那個地方叫東柬埔寨 因為他們現在忙著 在吃一種東西 不過蔡英文你敢吃嗎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 在柬埔寨的一個小鎮叫Skong Skong這個小鎮 它什麼東西最多你知道 什麼東西最多 狼豬最多 然後多到滿街都是 甚至你走在路上 從樹上就會掉下一次 還掉在頭上 什麼是狼豬啊 就是這個啊 這個就是狼豬啊 不會吧 這是有毒的耶 這很大隻的蜘蛛耶 是 你知道 這個地方到處都是 為什麼抓了那麼多隻蜘蛛 我跟你講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它實在太多了 它在熬藥嗎 多到當初的 就是他們的小鎮的居民覺得 我要什麼辦法去對付它呢 我就乾脆把它吃掉 我吃掉你總可以了吧 你說吃蜘蛛啊 是 這個可以吃啊 這個東西其實看起來 你不是說有毒 是有毒啊 所以他們要配上一些 炒藥啊這些東西 然後再配飯 然後把它吃下去 你看它吃得好像很開心 那樣對不對 如果給你大概 你吃不下了吧 我看碰都不敢碰 但是我必須講 因為喔 活得更恐怖耶 這種東西大家敢用手拿 我覺得太恐怖了 那其實他們本來也不吃 這個東西 本來不吃的啊 他本來也不吃 那怎麼會改變習慣 是不是看起來很恐怖啊 但是問題是 上個世紀的70年代的時候 因為柬埔寨陷入戰亂 對 所以大家都很貧窮很飢餓 那餓到實在沒辦法 算了吧 那個狼豬天天在那邊 跑來跑去 我跟他把你吃掉 來解決我的飢荒 所以他們就養成了這種習慣 以後看到狼豬 就把它直接炸來吃 或者把它直接配草藥吃 但是說真的 即使是到今天 很多年輕人還是不敢吃為什麼 不過那個蜘蛛 看起來實在是滿恐怖的 是啊 所以大部分的人 還是寧可看看 對 可是老一輩人 因為他們實在 有經歷過那些飢荒 所以他們還是願意吃這些東西 所以習慣了 但我跟你講柬埔寨 奇怪的風俗 還不只是這些 柬埔寨還有另外一個奇怪的風俗 什麼風俗 他們的少女孩子 五六歲開始 他的父母就會幫他準備一支菸斗 抽菸 不好吧 我跟你講 從小學抽菸是對最不好 我們都會認為抽菸 抽菸尤其對年輕人 應該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他們的規矩是 從小就要學去抽菸 你知道嗎 如果一個女孩子 長大之後還不會抽菸 我跟你講大家認為你傷風敗俗 你這樣會嫁不出去 不會抽菸反而傷風敗俗 是 你不會覺得這個觀念很奇怪 對不對 這是有點奇怪 為什麼會去養成這種觀念 其實我跟你講 這觀念滿 我覺得講起來滿令人感慨 為什麼 因為 有什麼樣的典故 因為柬埔寨 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 大家因為貧窮的關係 所以大家生活都過得非常不好 所以對他們來講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苦難 所以他們希望自己的小孩子 從小就要學習 面對苦難的人生 所以菸對他們來講 其實不是個好東西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苦苦的 抽起來對氣管也不舒服 可是我們就是要教導 小孩子從小就要去面臨 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未來的一生都會這樣 你都會面臨到這種辛苦的事情 所以他們叫你從小就要去面對 所以才希望鼓勵小孩子抽菸 因為你的一生 未來都會這樣過 其實這樣聽起來 滿令人感慨的 好悲情 對 就是非常非常 好像我注定我未來一生 都是面臨不斷的苦難這樣子 真的讓大家覺得很感傷 但是最近又有一個令人感傷的事情出現 就是歐巴馬最近不是去訪問柬埔寨嗎 沒錯 對 然後結果你去訪問柬埔寨的時候 歐巴馬提供9千萬美金的援助 不少錢 9千萬美金28億台幣 不少 但是問題是 這不叫援助我跟你講 在我看來這根本不叫援助 你的意思說 那筆錢其實有目的的嗎 我跟你講 這叫贖罪 為什麼叫贖罪 因為從1964到1972年 73年的時間 你說越戰嗎 對不對 越戰的時間 越戰炸跟柬埔寨沒關係 那是在越南打 應該沒關吧 怎麼會要跟柬埔寨損罪呢 當時美國雖然沒有跟遼國宣戰 可是美國為了去斷絕 越共的補給線 所以他居然越界跑去轟炸柬埔寨 你知道在那邊投下 200萬噸以上的炸藥 你說炸彈炸到柬埔寨去了 是 我跟你講 在那邊炸亂七八糟 到現在一堆衛爆彈 存在那邊沒有清理掉 你知道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美國過去已經 過去20年他已經花了1億美金 在協助柬埔寨去清除這些炸彈 那這一次歐巴馬又承諾 我再提供9000萬美金 在三年之內 加快這個清除炸彈的速度 你要知道這真的是 其實歐巴馬雖然提供9000萬美金 的這些東西 可是他沒有道歉 他只是說他感到很遺憾 為過去美國做了一些事情 造成你們的傷害 我們感到很遺憾 但是他們沒有道歉 表示我炸你柬埔寨的人 也是你活該而已 不是不對 他打仗打的是越南 他跟越南在打仗 他居然去炸柬埔寨 他只是為了去斷決 那柬埔寨那些民眾 他活該 我跟他對美國來感就是活該 是 我跟他講柬埔寨 那些人就是白死了 你知道知道 即使我們不算 直接在戰爭中死亡的 你知道過去這40幾年來 你知道因為這些衛爆彈 而死的人有多少 你知道 超過2萬人 所以遼國那邊光死了 這位衛爆彈炸死就已經 2萬人了 是 這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每天都可能有人 會面臨這種問題 因為你要知道 他總共到現在為止 估計在當地有多多多 威爆彈你知道嗎 大概包括這些黃靈彈 包括破極炮彈 包括他們頭下的急速炸彈 大概有8000萬枚 這麼多 我跟你講 大家等於到處都是 我跟你講 據說現在 遼國可以確定 已經清除乾淨的領土 只有1% 剩下99% 你隨時都可能 可是你看這個 這個年輕人 是 他就坐在這個 衛爆彈上面 這麼大一顆衛爆彈 就在他家門口 那他們已經習慣了 但是問題是 這其實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萬一看到這種 衛爆彈 大家千萬不要選他這樣 這是非常危險的動作 那所以 美國根本不是在援助 他根本就是在贖罪 你知道 現在 他們每天這些人走在路上 不管走在公路 因為他有99%的領土 都還沒有清除乾淨 所以他們隨時都可能 面臨被炸死的危險 所以這就是美國造的孽 那美國到現在 還是仍然不願道歉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世界警察 看他悲慘的國境 你可以注意到 這大國雖然到了那個地方 但是給的錢 其實另有其目的存在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常說一句話 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世界的險惡之下 有些生命 他怎麼找到出路 其實我們沒有想到 你在這個車陣當中 你要找到出路的話 應該是沒有辦法動彈吧 因為大家塞車都塞住了 有人就是有辦法找到出路 有沒有發現 剛剛那個黑影過去 到底是怎麼回事 剛剛那不是摩托車 車上的人都笑了 有沒有發現 那什麼東西 來 我們慢慢的 再給大家看一次 看看有沒有人 看得出來是什麼 看起來黑黑的 兩隻腳長長的頭 然後又長長的頭 結果立剛才你知道嗎 這竟然是在卡薩克斯坦 在哈薩克的大街上 一個男子然後騎著鴕鳥 就這樣子呼嘯而過 這太厲害 為什麼會鴕鳥在馬路上跑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奇怪 鴕鳥不是在非洲嗎 而且鴕鳥沒事 怎麼會用來載人 但是你發現 他穿梭車鎮當中 倒還滿靈巧的是不是 所以這樣子的話 塞車就不怕了 問題是鴕鳥真的跑得快嗎 剛剛這些車 是因為車鎮當中 停下來的關係 你如果真的來跑 我們講到跑得快 當然就會想到 這個閃遍波特對不對 波特他其實 在這麼多年的奧運籃 他都一直纏連這個 100 200的跑步的金牌 對 我們講到真的快 找個兩隻腳跑得很快的 就是剛剛 有沒有發現 載人這個鴕鳥 鴕鳥隨便身高 也都兩公尺以上 你看他的腿一跨步 到底有多高 來 我們不是找波特跟他比 我們找的這個的話 其實Dennis 他是橄欣球隊 非常厲害的球員 就大家有沒有仔細看到 你覺得他跑得贏鴕鳥嗎 他身高也滿高的 跟鴕鳥幾乎差不多 跑起來也很快 結果沒想到 跑不贏鴕鳥 可是一起跑 怎麼我發現鴕鳥 跑得速度比較快 而且這個鴕鳥 看起來好像還一派悠閒 就這樣子跑過他有沒有 所以後來大家才發現 其實在跑步的時候 當然是腳的力量推地板 讓自己往前 沒想到鴕鳥 每一腳推的這個力量 都比我們人類師的力量 還要再大很多 大非常的多 也就是說他前進的動力更強 沒有錯 然後你又可以想到 腿又長 跨步又大 然後力量又強 所以當然我們跑不贏他 跑不贏他 那我們抓得住他嗎 他如果力量這麼大 而且又動作這麼快 那應該很難抓 沒事 為什麼要抓他 因為在中國大陸那一邊 他們有一個最大的鴕鳥肆育場 結果因為一些原因要搬家 這麼多鴕鳥怎麼辦 他只好一隻一隻慢慢抓 然後給他頭上 帶上這個布套 讓他不要容易驚嚇 對 可是他還是很緊張 你看你知道嗎 這個保育員 這個保育員是拿著命在搏 因為如果他不小心 被鴕鳥踹一腳的話 那可不得了了 那非常恐怖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人的兩腿跑得很快 但是遠遠不及鴕鳥 在自然界當中 你可以看到人的話 會懂得用腦袋 但是動物它本身的本能來說 還真的是非常的強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顯微鏡下面 有些東西你把它放大看了以後 你會發現到一些不同的物質 跟結晶在那其中 可是有時候 就從顯微鏡當中 可以發現到一些稀有的物質 甚至是外來的東西 你看看這圖板 這個圖板上面這個神秘的東西 或者結晶長相都不一樣 到底什麼東西 這個結晶體 它的結晶形狀 好像跟我們一般的 是看不太懂 這是什麼樣的東西 結果立剛 它這個東西居然在人體裡面 荷蘭的藝術家 他收集他自己 在不同的時期 流下不同眼淚 他被砸到的時候 很痛流下來的 他居然一照的時候發現 原來人的眼淚的結晶 隨著你的情緒變化 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沒有想到吧 這小小的一滴眼淚 居然會有這麼多的一些形狀 出現在那其中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這世界上的動物 可真是千百種 人類認為說 已經把所有世界上的動物 都發掘到了 但最近又發現了一隻怪東西 那怪東西背上有白白的斑點 那牠是誰 而且牠這樣子在移動的時候 你到底是覺得看起來很可怕 還是看起來很可愛 就是一團長長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看見 而且立剛你覺得 這到底是一隻還是一群 這怎麼看起來一定很奇怪 你看一下 回頭看一下你 尖嘴猴塞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牠的毛怎麼全部都會動 頭上真 牠身上真是萬頭鑽動 所以我剛才會問說 牠到底是一隻還是一群 這看起來有點噁心 結果原來 立剛我們這樣子形容 就不對了 對牠不起了 這應該是一個 一家團圓和樂融融的感覺才對 不會吧 原來 牠有一家人在一起 對 這是一群的北美附屬 然後牠很有趣 牠是在北美很少見的這種動物 如果大家對牠沒有印象的話 你就想像冰原力險記 那兩隻老鼠 有一點調皮的 大概就是這一類的 那原來牠身上 一隻兩隻在身上就罷了 是 你跟我說一群在身上 所以我才說 我們應該要稱讚牠們 接下來我們在澳洲 有人的話就在這個地方玩 其實這也是一個 遊客如之來來去去 很多人的地方 結果沒想到 有一個女子 她走著走著的時候 突然一踩 腳下土的感覺不同 立剛你知道嗎 牠在網路上說 牠竟然一踩下去之後 牠就發現到 這是一股非常神祕的力量 從腳這樣子透上來 而且牠低頭一看 露出來一個小洞 牠就開始挖呀挖呀挖呀挖的 立剛你知道嗎 挖到什麼 來 我們看到牠挖出來了什麼 這個是一個手當作比例子 結果後來這是一個 很怪的圖騰 就這樣子出來了 很怪了 這難道是一個 裡面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腳印 這個是清開來以後 一開始是全部蓋住 才說牠覺得土下面不尋常 慢慢的把它撥開之後 這是什麼東西 而且在慢慢的撥發現 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這難道是一些古文明的圖騰嗎 有牠的循跡的一個方向就對了 對 沒有錯 那結果不知道有沒有看得出來 立剛你覺得像腳印嗎 我覺得有點怪異 這一個東西 牠已經存在了一億三千萬年了 光這個印子 對 一億三千萬 對 這麼久了 夠嗆吧 竟然是恐龍的腳印 是啊 我們很少講到澳洲這邊的 恐龍的足跡怎麼會移留在澳洲那塊土地上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生橫化石 是生物移動之後留下來的化石 大部分是身上堅硬的部分 留下來變成化石 結果沒想到腳印也可以變成化石 可是腳印不是只踩過去而已 怎麼反而化石會留在上面 很快的是它踩下去之後 可能特殊的地質作用 保存了這個形象 後來慢慢的 它這個東西就露出來 所以我才說很特別 而且別忘了這個地方 不是什麼偏遠的山區 而是人來人往的觀光聖地 結果沒想到竟然挖出來這個 而且他們還推測 它的身高大概有兩公尺 身長大概有四公尺 身長四公尺還滿大隻的 沒有像暴龍那麼樣的誇張 可是感覺上也是一個肉食性的 也是還算是兇猛的恐龍 所以很多地方 有很多神秘的磁場跟能量 不是我們可以體會的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澳洲 很多神秘的能量跟磁場 竟然在蒙古這個地方也有 蒙古這個地方的話 他們其實就發現 這是一個很神秘的一個場域 你當然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他們那邊的一個 類似像聖地的地方 有人去那邊 立康你知道嗎 為什麼沒事要這樣子趴在那裡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仰堂 因為他們覺得在這裡可以 仰堂是看天空 他們除了看天空放鬆自己之外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神秘的 讓身體充電的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充電 你男朋友說 像那個手機放在充電桌上 可以充電一樣 感覺上就像是一個 無線充電的感覺 你那一邊的話 你就感覺可以吸收 它這個天地日月的精華 不過更有趣的是什麼 我覺得聽起來非常的玄奇 大家聽了參考一下 立康你講的沒有錯 我們人躺在那邊 人吸收能量對不對 沒想到手機 你竟然也吸收能量 不可能手機要靠電力 是啊 我真的覺得很乖 他們竟然有人說 去那一邊之後 你這樣躺著躺著 身體充滿了能量 而且滿心歡喜 但是沒想到 你的手機竟然也充飽電了 怎麼會這樣子 那裡有神秘的電波磁場在 但是你聽起來 好像滿美好對不對 不過你要小心 大家以前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龍捲風也講過 蒙古那個地方 傳說當中有很多可怕的 地下神秘蠢蟲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Mongodian Death Room 但是我們講到 它不是只有神秘的可怕蠔蟲而已 它竟然還有神秘的可怕昆蟲 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想到神秘的可怕昆蟲 蠔夠恐怖了 沒想到還有小昆蟲 有那麼恐怖 小昆蟲竟然會鑽到 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過一段時間之後 蛙子剩下骨頭 你說人整個被牠給青死掉了 對 我們想到的是 神鬼傳奇裡面 就是在埃及那邊很有名的 這個聖甲蟲對不對 難道連蒙古那邊 也有聖甲蟲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過話說回來 是聖甲蟲這類的昆蟲 確實存在 因為牠會推動牠的食物 看起來像在推動太陽一樣 所以在埃及 牠其實是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但是電影把它變成可怕的 這個食人的聖甲蟲 話說回來 那蒙古的聖甲蟲 到底又是怎麼回事 所以其實也一樣是糞金龜 一樣是糞金龜 但是其實你就會發現 有沒有看見 牠在推動牠的糞 看起來好像是在推動太陽一樣 不過這種可怕的傳說 到底牠真的會食人 真的會嗜血嗎 我想很多神秘的傳說 在大漠黃沙之下 我們要慢慢的來揭秘 在那大草原當中 你會看到的 許多神秘的生物在那 其中生活 可是人常常把它 可能給恐怖化了 讓人感覺那些東西 你要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可是說到那大草原當中 如果有一些烈射比賽的話 你一定會認為說 那一定是在以前 陳吉思汗時代 才會有進行的 但是現在的這時候 在那吉爾吉斯這個地方 正在進行中 如果陳吉思汗他還活著的話 他一定會在這個比賽中稱霸 因為什麼 因為現在 世界遊牧民族的奧運會 他的比運動賽 在吉爾吉斯盛大展開 今年9月12號到8號正在比 我看這個規模看起來 還真的滿大的 事實是隊伍來自很多中亞 像吉爾吉斯 哈薩克 這些中亞國家之外 連土耳其還有美國 菲律賓 阿根廷 連美國都派對來了 他們全部都是讓整個 遊牧民族 馬背上的民族的傳統比賽 在這邊重新重現 最有名就是他們的 雕羊賽 雕羊賽是當中最主目的 你有沒有看到 他剛剛手上抓的什麼 是羊 對 他這樣子一下子 手一拉一隻羊就可以拉到 他們分為兩個隊伍 各派出四個隊友 然後搶奪這個死羊 徒手搶奪 搶奪到之後 只要奔跑到中亞得分圈 把羊放進去 就算得分 你說只要把羊丟到那個 剛剛那個圓圈裡面 對 這個很像就是 騎馬板的足球 騎馬板的手球 但這一個比賽 是他們所有隊伍裡面 大家最熱衷 覺得最激烈的一個運動 可是講到這個神秘的中亞大草原 就一定會講到 內蒙古的扎漢宮 扎漢宮 這個宮不是宮殿 宮是很生類似 它代表講的是一個湖 這個湖 扎漢宮這個湖它不大 它直徑差不多100米而已 小小的 可是這個湖真的非常非常的奇怪 因為這個湖周邊 它都是沙子沙地 很多的沙往旁邊 就是往你們湖裡面吹 往那邊流 結果這個湖 這麼多年來從來不會預計 不會預計 那殺到哪去了 不殺到哪去了 而且這個湖的湖水的湖面 從來不會因為 就是有旱災 或是有就是下雨的話 它的湖水不會升降 所以你說水位 永遠保持那麼高 永遠恆定之外 這個湖大概最恐怖了 當地人把它做叫做什麼 殺人湖 惡魔湖 恐怖湖 就是因為 所有不管是人 畜生 掉下去之後 再也不會上海 就不見了 這麼恐怖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當地人聽到扎漢宮 文姿色變 以前有很多的這種牧人 他們在那邊運作的時候都知道 這邊要離開 因為常常會有馬 不知道 喝水喝一聲 馬就整個陷進去 就不見了 這馬再也找不到 還有就是有一個老人家 他趕著他的車子 他的牛車 他的車子 因為走路太渴了 牛看到水之後 衝衝衝衝那邊去 結果這個老人家連牛連車 到那邊之後整個湖 把人整個吃進去一樣 連車連牛連人 都消失了 都消失了 最後一個案例 是有一個當地的女知識青年 叫熊青 她說她跟家裡面說 她想要去打野鴨 她就自己出去 就帶著工具去打野鴨 結果發現她人不見了 走… 她跑到扎漢宮那邊去 看到地上有她的鞋子 衣服 還有野鴨 可是人不見了 她開始慌張了 會不會是她掉到湖裡面了 以致當地村民 過了船在湖上面找了三天 都找不到 而且讓她覺得非常非常 照理說如果在湖裡的話 三天也會浮起來 怎麼都沒有看到了 如果說今天掉到湖裡面 你淹死的話 照理說三天應該會浮起來 四點五起來 結果沒有浮起來 好 早到第三天下午的時候 突然整個天象開始在變 整個雲朵開始變成那種 一團一團的雲開始有吹起 很狂風這樣子 慢慢的發現 怎麼出現了水龍捲 開始湖水往上天空溪 在大漠當中看到水龍捲 真的很奇怪 整個水龍捲掃過扎漢宮之後 神奇事情發生 他徐鴻青的屍體 居然就掃 水龍捲掃過湖面之後 他的事件就浮起來 找到他真的在那邊就溺斃 好 於是這個情況當然 就是中國的地質學家 到那邊去研究 到底這個扎漢宮 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到那邊又掉下去 後來他們科學家研究發現 原來扎漢宮 他是一個圓柱體的一個 他的底下 有很多的淤泥淤沙 因為很多的沙子 往裡面吹進去 流進去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掉下去之後 旁邊可能是 因為是軟軟的泥 結果沼澤地 就不小心太重量 整個人下去了 下去之後因為下面又是泥 所以你被吸在裡面 這是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說 這里線底下可能會有暗流 可能會有地下河流 所以會流到別的地方嗎 第三個可能是底下有很多的水草 所以人或牲畜生 牲畜掉下去之後 它被殘住之後再也上不來 可是到底為什麼 這個地方縮墜掉下去之後 都不會浮起來 到底還是沒有一個定論 可是講到這種神秘的地方 有人在家裡面 他發現了一個神秘的宮殿 他家發現 他家怎麼一挖開 下面怎麼一個大型的地下宮殿 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他們家招了白蚁 白蚁在他們家蓋了一個 非常完整的一個蚁窩 結果發現了一個 非常大隻的一個白蚁的蚁厚 這隻蚁厚有6公分 而且給科學家看完之後 他30歲 30歲的白蚁蚁厚出來 後來發現說原來 白蚁他是靠 他肚子裡面邊毛蟲 去分泌酵素 然後就分解木頭 所以他會把家裡面的木頭 都吃掉 可是他這個分工非常嚴密 蚁王以後負責生產 以後大概一秒鐘 可以生一隻白蚁 他產卵速度非常非常快 這樣他生的速度 比我們殺白蚁的速度還快 他速度非常快之外 他的分工非常綿密 而且以後壽命非常長 像這一隻出土的 挖船這一隻 30歲6公分以後 應該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大蚁厚 我們看到這世界上 有許多神秘的事情 正在發展當中 但是有些事情來說 人可能在這當中 斷演的角色就不太相同了 因為人的當中 可能會有一些謀殺 甚至某一些謀略的事情 像普丁現在的這個時候 其實有些人痛恨他 這個時候就可能 會進行一些暗殺行動 但你一定會想說 俄羅斯怎麼可能有人敢暗殺 還真的發生了 就在普丁的座車 真的在莫斯科 庫土佐夫大道 上演難道有人要暗殺普丁嗎 你看到這個普丁的座車 在這邊被撞得稀巴爛 可是他的車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到這個畫面上 真的這個是整個在俄羅斯 他最著名的這個 主要的交通幹道上 拍下了監視器畫面 結果當時你看到普丁的座車 很奇怪 他就這樣被撞了 而且大家就想說普丁怎麼辦 是誰要暗殺普丁 可是問題 總統座車 怎麼會被人家的車 這樣子蓄意的撞 普丁的車 總統車應該是一群車隊對不對 怎麼只有他單獨一台車上去 是不是知道普丁自己 單獨上進還是怎麼樣 好 第二個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通常你是總統座車的 駕駛的話 你照理說 碰到這種危險的話 你幾乎是不會去閃躲 正面銀撞 可是你看到那個時候 賓士車去撞整個普丁的 那個BMW的座車 就這樣直接撞上去 他不但連躲都沒地方躲 而且你看 整個再看一次 根本是對撞的 整個這樣撞過去 所以當時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大家都很驚訝 可是好在普丁那時候 因為外出 他出國了 他不在車上 反而是普丁最中愛的駕駛 他的御用駕駛在車上 當然是因為發生這樣一個 交通意外事故 普丁去了中國大陸 參加集團體了 所以這個他最信任也最喜歡的 這個御用駕駛 大概他這個時候 救護車趕到現場 他也當場身亡了 不過這個案子還是 留下很多的疑點 當下大家就還是很質疑說 是不是有人要暗殺總統普丁 搞不清楚普丁的狀況 先把他的坐車鎖定的時候 先找他坐車下手 反而他的御用駕駛成了犧牲品 不管普丁有沒有關心這個事故 大家目前不會在乎 在乎的是什麼 普丁好像又有新歡了 普丁有新歡了 不是那個媒奪媒體大亨 他的前妻鄧文迪 不是之前是他嗎 是這一個更年輕的辣妹 也是在俄羅斯的一個辣婆 他的名字叫阿里莎哈爾切瓦 哈爾切瓦今年只有23歲 大家對他的印象 是始至於6年前的時候 當時他只有17歲 拍下了俄羅斯當時為了普丁總統 他們宣傳政績的一些閱歷 當時他是擔任四月女郎 你可以看到當時6年前 他拍下的這個畫面 而且當時他說他擔任四月女郎 他很高興 而且他自己還自稱說 我願做普丁的小貓 據說普丁看到他拍的照片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在暗示了 好 普丁看到他的照片之後 還滿喜歡的 現在被媒體爆出來說 他可能被普丁金屋藏交 而且普丁為了金屋藏交 據說透過他的這個 又是富商友人 47歲的這個有錢人 把他這個名下的財產 悄悄的一些房子 房地產轉移到這個 哈爾鐵蛙的這個名下 說到這個手法 大家似曾相識 因為外傳在俄羅斯 有幫普丁生下一個 私生子的巴卡耶娃 他也是用這個方式 也是同樣很巧 47歲也是普丁的好朋友 也是一個富商 也把他名下的這個不動產 他的房地產轉嫁到 轉到他剛剛講的 巴卡耶娃這個名下 所以大家就想說 普丁的情史果然豐富 連用這樣的泡妞 都好像用相同的這個方式 好 其實說到俄羅斯 你知不知道俄羅斯 在我們這個 國際的棒球舞台上 台灣是很喜歡看棒球 國球 我們的棒球還不錯 但是你幾十看過 俄羅斯有棒球 俄羅斯不會打棒球 有沒有看過他的棒球隊 沒有 但是你知道 像我這個 當然是玩具的球棒 但是俄羅斯 在俄羅斯賣這個球棒 球棒是很暢銷的 可以賣出一年50萬支以上 你那麼想一年50萬支 那表示俄羅斯人現在真正在 是很興盛的這個棒球體運動 在夯這個棒球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賣一年50萬支棒球 但是只賣一顆球 只賣一副手套 不可能吧 這比例會不會差太多了吧 哪有人只買球棒 不買手套不買球的 那我問你 拿了棒子去做什麼 你沒有球可以打 我現在沒球打 我拿棒子幹什麼 你問的 在俄羅斯他們時尚的運動 是冰球跟足球 真的不是棒球 很多人甚至連棒球都沒聽過 什麼是棒球運動 但是我們之前節目中 大家如果看過的觀眾有印象的話 最常看到戰鬥民族的大叔 下車之後拿的是什麼東西 你看到他手上拿的是 那個是棒球 拿的是球棒 球棒 對 俄羅斯的戰鬥民族 幾乎沒買一台車 他們車上都一定會放一支球棒 不管是防身也好 或者是用於交通事故 行車糾紛 下車理論前先帶一根球棒 所以 你說車子裡面的必備工具 居然是球棒 很多俄羅斯的車行 在賣車的時候 他車行裡面都好像有很多支的 這個球棒 琳瑯滿目認你 所以搞不好這個球棒 居然是個贈品 對啊 所以在那邊 他們就是球棒 是用來解決這個事情的 其實俄羅斯人 還是有打棒球的 你看 而且他們有棒球隊 有國家代表隊 但是卻是全世界 有在打棒球 有棒球隊的這個國家 公認為棒球實力 是超級肉肉咖的 這麼爛的球隊 但是我們中華隊 竟然還曾經輸給他 我們還輸給俄羅斯過 2003年那一次世界盃 那個俄羅斯五連敗 但是他兩度參加世界盃 只曾經贏過一次菲律賓 但是那一次我們中華隊 竟然1比4不敵俄羅斯 要不是九局二出局的時候 連續的安打 扳回一分 要不然那一場比賽 幾乎是沒辦法破蛋了 所以其實不要小看 俄羅斯的超級肉肉咖 人家是戰鬥民族 球棒不只是拿來行車鬥歐用的 還會在球場上臨時 會發揮他們這個威力 你萬萬沒想到一個大國 居然他們的棒球運動 是如此的興盛 而興盛的地點 居然都是用在打車子上面 可是我們說到俄羅斯之外 我們來看看北韓的金正恩好了 在現在的時候 全世界又有一個評比出來了 那個評比是什麼 高麗航空 是全世界最爛的航空 不過金正恩反對 我跟你講立剛 我們這次真的是要熱烈盛大的慶祝 因為北韓終於又拿下冠軍了 真的 而且是蟬聯冠軍 已經連續非常多年 一直蟬聯這個冠軍 叫全世界最爛的航空公司 全世界評比錯來了 是 我跟你講 全世界這麼多航空公司評比 只有一個公司只拿到一顆星 就是高麗航空 不可能吧 我跟你講第一個 你光看這個他們的設備 你看人家 人家多麼有復古的精神 我問你 到現在這個秤重 還是用這種機械式的 對 機械式的 用人工去秤重 對 他的行李上去要用這機械秤來秤 是 我跟你講 所以人家堅持傳統 我覺得他應該去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你知道 真的 這個 全世界應該沒有什麼東西 如果要拍古裝戲的時候 可以找他們拍了 然後你看人家的航空公司 他們現在用的飛機 還是這種 全部是指針式儀表板的 這樣的東西 這看起來還滿舊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棒 做這種飛機 應該滿能發十股只有錢 好像覺得自己活在二次世界大 那種感覺一樣 對 你有沒有看到 整個操縱感這些的 完全是那種古代的那種設備 到現在還有人在用這種飛機在飛 1960年代的設計這個東西 而且我跟你講 人家不只是這樣 他維持非常良好的傳統 他的漢堡據說 全世界最難吃的 據說每一個人吃過之後 有口皆胚 你知道 這個照理說 這個飛機上的空 是 飛機上的餐飲 應該是要比好吃才對吧 沒關係 因為那個漢堡是美帝爾食物 所以他們痛恨美帝 當然要把它做得難吃一點 我覺得這也是人家的一種 精神的 社會主義精神的體驗 那你在這個飛機上 你知道 他現在還是放那種 很傳統的CRT電視 然後放在那邊 大家一起搶著看 全世界都在用一斤 問題是我老實說 那個電視也沒什麼好看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不管是電視還是報紙 裡頭只有一個內容 一個內容 那一定是放那個 是類似少女時代的歌曲 我跟你講錯 就是稱送我們的金正恩 偉大的同志金正恩 偉大的領導人金正恩 一個航程三個小時 是 你裡面都看了他三個小時 你看得下去嗎 我跟你講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是乘客 我大概寧願選擇睡覺 我看那個胖子幹什麼 好像沒什麼意義對不對 所以 所以不出所料 他繼續的殘連 全世界最爛的航空公司 我想這也是金正恩的驕傲之一 但是金正恩最近更驕傲的 一件事情是什麼 什麼事情 最近我跟你講 他就連續發射了三枚飛彈 直接射到日本的防空識別區 然後落在日本海裡頭 然後當然全世界都在關注 你到底射在幹嘛 但是這次試射飛彈 跟以前有點不一樣 以前他射飛彈 你都只有告訴說 我要射了 然後就發射 偷偷摸摸的 對 就這樣掉下來 這次是全程公布喔 你說這個畫面嗎 對 他把整個移動發射架 然後怎麼樣射出來 整個過程他全部公布 其實這代表什麼你知道 他們對自己的飛彈技術 越來越有自信了 表示他們覺得說 我們北韓現在技術 真的是領先全世界了 你看我可以連續發射三枚飛彈 這麼厲害 你有沒有看到 而且我還準確的 他的落點幾乎都落在同一個地方 表示我的飛彈也越來越準 整度變高了 是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金正恩的另外一個驕傲 但是我跟你講 北韓還有另外一個特產 這全世界都沒有了 因為北韓很喜歡綁架別人 而且綁架通常是 比如說你到我的地方來 我把你綁架對不對 他不是 他都跑到別人的國家去 把人家的國兵綁架回來 你綁架外國人 是 我跟你講 這個叫恆田惠 這個人你知道 他當初1977年的時候 我看起來好像還滿年輕的 他才13歲 你知道有一天 他就從羽毛球俱樂部 他就結束之後 照理來講他應該要回家了 因為才13歲的小女生 結果從此以後就失蹤了 沒回家 對 父母當然等了一夜沒回來 趕快去報案 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一報案之後 日本警方到處去查 動用設想各種可能 動用各種關係 想辦法去找 結果找不到這個人 完全找不到 你知道 那人到哪兒去了 就好像變成一種 神秘失蹤案件 這個人就 那個地方自然也都還不錯 對 日本自然是很好的國家 所以為什麼會發生那種事 大家都想破腦袋 都想不通 然後也沒有任何嚇唯 也沒有任何消息 大家想不到各種可能 結果等到20年之後 你知道嗎 有一批朝鮮人 跑到日本去 20年 對 20年之後 1997年了 他們才說 你們的那個小女孩 可能是被綁架去北韓 然後父母才燃起一線希望 那實際上他 只希望他還活著 但是你知道當時 到底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發生什麼事 因為日本當時 那個朝鮮當時 就是國際局勢很惡劣 所以他希望去綁架一些 其他外國人來 你知道做為他們的一些班底 甚至叫他們趕快學朝鮮語 希望能夠把他洗腦之後 把你讓你做我的間諜 重新再把你放回去 所以你意思說 希望這個小女孩變成間諜 是 所以他當時 他們就在海邊 當時他剛好在海邊散步 結果就直接把他綁票回來 綁票回來之後 然後你知道他當時為了要逃 據說他在那個 船壁上面 一直挖一直挖 挖到指甲都破了 都流血 但是沒有用逃不掉 逃不掉 他到了北韓之後 當地的官員跟他講 你只要學我們的語言 把朝鮮話學好 我就可以放你回家 可是問題沒有用 他後來就算學好 他自己也知道 絕對回不去 後來他精神崩潰 兩次進入精神病院去治療 然後到最後也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回去 最後他在北韓 那個嫁給一個先生 然後還生了一個女兒 一直到30多年之後 才跟他自己的父母 重新再見面 然後他的父母說 我的外孫女 現在就跟我女兒 找不一樣 其實就好像他小時候 重新回來一樣 所以你看 這麼一樣的悲劇人生 只是因為北韓 這麼無聊的一個國家 做這麼無聊的一個舉動 這個國家還真是讓人家 猜不透 少女的神秘失蹤 當然是跟人有關 但是沒想到背後那隻手 居然就是那北韓 可是我們說到 那神秘的白光出現在 一個地方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到 那個白光是人造的 還是外太空來的 美國真實發生 是 在美國密西根州 波爾丁這個沃太華的 國家森林公園 那邊很奇怪 就常常會 在那種人機不到的地方 在那個森林的深處 突然之間就出現一個 很閃爍的這種白光 你看就像這樣子 那個光影 然後它一直在閃爍在變化 可是這種光 你知道你說 在那個荒山野地 不可能有這種光出現嗎 那是有人拿手電筒嗎 還是怎麼樣的情況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那光還滿強的 對 而且有的大有的小 有的時候那個光還會移動 你知道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而且立剛你知道嗎 它不是現在才開始 不是現在才開始 它早在1966年的時候 當時就有高中生曾經看到 那算起來50年前 是 就是50年前 就已經有人看到 那個光就在那邊出破 然後大家都不明白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那很多人就覺得很奇怪 這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光影 這不是怪怪的嗎 然後大家就開始猜測 它可能出現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人就說 說什麼 這個起死 因為那附近有火車線路經過 你知道路線經過 所以他們想說 可能曾經有人被火車撞死 被火車撞死之後 它就陰魂不散 所以就在那邊一直徘徊 一直徘徊 就出現這樣的光影 看到就是他們的魂魄在那邊飄盪 所以你意思說 這是一個超自然的力量 存在於那個地方了嗎 對 另外有人說 是 其實不是 是很多年前 有一個小孩子在那邊失蹤了 失蹤了之後 然後他的祖父母一直要去找他 然後就一直找不到他 所以他祖父母的那個魂魄 就一直在那邊徘徊徊徊徊徊徊徊 很奇怪 那有時候一個 有時候兩個 有時候甚至好幾個光都會出現 那你這麼講 這些都是會生會影的傳說 對 那當地人 可是光還真的被拍到 是 真的被拍到 因為一直到最近 都很多人看到 那個地方已經變成 觀光名勝景點 就外號就叫波爾丁之光 很多人甚至到那邊去看 甚至國家森林局 還在那邊立一個盃 說這個地方就是觀賞 波爾丁之光最適合的地點 已經變成這樣的一個 觀光名勝基地 可是韓濱 你有沒有看到左右的分割 這左邊是晚上 反正右邊是白天的這個地區 可是波爾丁這個地區 白天看起來好像還滿正常的 對 就是很正常 就是一般的一個森林的遊樂區 也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它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產生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歷來 都很多人投入研究 那最新的一個 就是有一個團隊 有結果了 他乾脆他去用那個光譜儀 然後再用望遠鏡 他不斷去測試 在每一個地點 到底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結果後來他們測試了 半天之後得出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你知道這波爾丁之光 他們認為 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是什麼 是附近高速公路上面 有汽車車的 差太遠了吧 是啊 你去看那高速公路 車子開過去那光線 咻個就過去了 怎麼會停在那裡 他們認為因為當地 會有一些光線折射 這些奇怪的一些反應 所以會出現這樣子 那個波爾丁之光 就是當地的一些光之後 經過那個高速公路那邊 折射過來之後 才產生這樣的光影 那當然這是一種 這牽涉到光學理論 那其實有點 他們的說法 其實有點像海市聖樓一樣 就是只是不同的光線 折射的關係 那當地可能氣候 溫度比較異常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可是問題是 當地人完全不相信 所以你們根本破壞了 我們的神秘的美夢 你們根本就在胡扯 波爾丁之光 絕對是你們不了解的 神秘的東西 絕不可能是你們說了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說這些科學家 也許想掩蓋一些事實 他們認為說 其實根本就不是你們講這樣 他一定有神秘的東西 你們不是知道不敢講 就是你們根本不了解 他是什麼東西 所以到現在為止 波爾丁之光 還是一個非常神秘的產物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產生 還沒有一個公認的解答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嗎 有人說那個 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你看 密西根湖其實離這個波爾丁 這個沃泰華國家森林公園 其實很近 你說就是這樣的距離嗎 直線距離非常非常的接近 其實沒有多遠 你知道就在旁邊 那我們知道密西根湖 是非常大的一個湖泊 你知道 密西根湖大到 其實如果把它以台灣 這樣的一個小島來算的話 他根本已經可以等同是海了 所以你意思說 密西根湖的面積非常的大 我看過去就像他看海一般 我跟你講 其實美國五大湖的面積 比台灣還要大 所以他們那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對一般的認知來講 他已經等同於海 但是詭異的就是 這個地方 常常出現一些神秘 不可解的東西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它到底為什麼存在 你知道嗎 第一個 我們曾經用聲納去探測 密西根湖湖底下 就密西根湖底下 居然出現很多 比如乘船 汽車也掉在下面 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古代的碼頭甚至都出現 但最詭異的就是 這塊石頭 這塊石頭 大概有一公尺多 你知道 然後看起來好像就是一般 天然形成的石頭 可是問題是上面有一些雕刻 可是我看的石頭 不太像天然形成 圖騰怎麼會出現在那裡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已經證明 是人類雕刻出來 但他雕刻的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嗎 立剛你看 他現在把它畫出來 這是一隻如此像 如此像 我們公認 至少大概在1萬年前 就已經滅絕掉了 那表示 你當初要雕刻這個人 他是不是至少要是1萬年以前的人 因為他至少要看過這個線 是 那問題是 當時在以美洲來講 當時美洲有什麼人 只有印第安人 他當時也曾剛過去 難不成印第安人雕的 那問題是 能夠在這個石頭上 刻出這樣精美的一個圖形的話 又這麼接近實物 原來的樣子 那顯然他是一個 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可是這民族呢 不見了 所以跟印第安的民族 不太相同 是 而且他為什麼 在湖底磕這個呢 會不會當時 水裡下來 是 當時這個地方 如果還會去磕這個石頭的話 顯然這個地方 當時不是在湖底 他可能是在陸地上 可是難不成這個大陸 沉到湖裡去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當時 曾經發生過 一個地洞三搖的晶變 讓他整個落下來 是不是這樣產生的原因 這個當然我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詭異的就是 他現在已經沉在湖底 大概在湖底下12公尺 那是不是1萬多年的時間 造成了這樣的原因 其實我們實在是難以解釋 那問題是 其實在密西根湖 還有更詭異的事情 據說這個地方 跟百木達三角洲一樣 它也有一個神秘的三角地帶 很多東西都會在那邊失事 比如說1950年的時候 西北航空就有一個 2501號班機 他飛過去 他載了58人 飛過去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消失了 找不到他任何蹤跡 然後用盡任何方法 有人在密西根湖裡頭搜索 用聲納什麼 全部都沒有 這邊又有飛機失事 甚至一些汽車莫名其妙 到這邊就消失了 所以更多不可解的東西 一直都存在這個 密西根湖這一帶 所以當地人 其實都會戒陣恐懼 沒事的時候 千萬不要在密西根湖上面亂逛 看到那密西根湖 這裡出現了 這樣子波爾多的 那種怪異的光束 但說到光的出現 說到那神秘的圖騰 其實在大陸有個地方 一樣也有出現 神秘的光 再加上石頭上面神秘的一些 符號跟印記 那個地點在哪 就在河南的巨池山 在河南的巨池山 你知道嗎 以前村民第一次發現 這個巨池山上的神秘 半夜的時候 會發出一些神秘的白光 而且那些光是很亮的 如同這個 有大陸的媒體去報導的時候 他們在那個地方 拍了一些示意的畫面 結果當時在巨池山 當地的村民上去 奇怪 巨池山在河南 新密 新鎮跟宇州 那三個地方的一個交界處 它的東西綿延好幾百公里 然後它是一個植被 很稀少的一個荒山地區 山上面海拔那麼高 也沒有什麼電力設備 完全沒有現代文明的設施 那你怎麼會發出神秘的亮光呢 而且常常是 不是某一個半夜看到 經常性的 幾乎每天晚上半夜 都會看到那種神秘的亮光 在那邊一閃一閃 而且有時候閃的那個白光 就還滿持久的 到底這神秘的白光是什麼 上面有人嗎 有沒有人拿著手電筒 或拿著碳照燈在那邊照 上去村民上去看 也沒有看到 什麼都沒有 最重要的是連電力設施 連插頭 連電線都沒有 因為你要有電 才能夠有光出現 所以這個消息傳出去之後 開始很多人就想要探密 其中有一個人 1988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劉俊傑的男子 他是一個攝影師 常常去走遍很多地方 去探訪拍一些好奇 他們一些傳出來 一些很奇怪很神秘的地方 的一些照片 他就到了巨池山 他說他當時到了那邊之後 風還滿大的 他是彎著腰 慢慢一步一步攀登上去 而且那個地方還滿險峻的 三面四面都是懸崖 後來他爬上去之後 不知不覺他被這個巨池山 這個巨池山上的風光給吸引了 然後就趕快拿起相機 拍了很多的照片 可是拍一拍他覺得說 這邊的石頭還真奇怪 他拍下來之後 怎麼石頭感覺上 有一些平滑的石頭 就是原來村民在講說 會發光半夜會發光的地方 他是發現上面有一些 成排的圓孔 如同這個龍珠 你看這個畫面上有沒有看到 他們一排一排 一個一個好好的地方 我問你 這個石頭上面 找這樣的圓孔看來不太容易 他們一開始以為是滑板 他們以為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後來旁邊 還有一些那個石頭上面 一個一個圓孔 他是想說山那麼高 又沒人住 然後這裡人間稀少 誰會沒事拿工具 在這個山上的圓石去找孔呢 然後再加上仔細一瞧 那個圓孔周邊 好像有一些風化的感覺 顯然年代可能很久遠 後來他就是一拍 他發現不是只有這個石頭 看起來像滑板旁邊的石頭的地方 有這些圓孔 整片方圓六公里的地方 竟然有三千多個石頭上面 還有這些圓孔跟奇怪的符號 三千多個 這數量就還滿多的 而且周遭好像四五個峽谷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他越拍越多 而且發現越多 他非常訝異 他其實有點高興 是不是我發現了什麼文物 如果發現什麼上古時代 幾千年前的文物樓 趕快通知有關單位 跟考古單位 這可是大發現 對 他是第一個發現的人 以前都沒人知道 果然他回去通報之後 消息傳開了 所以別人都沒有發現到 真的是只有他發現了 對 而且他重點是他發現 那個符號 神秘的符號 大的話有兩間房子那麼大 小的話只有棋盤那麼大 怎麼落差這麼大 你看這些看起來 這個在岩石上的一些符號 非常的奇怪 他越看越神奇 後來當然消息傳開了之後 很多中國道各地的考古專家 也趕到了現場 去看看這個攝影師 因為攝影師 他會注意到很多細微的地方 這個劉俊傑 他所拍到了很多的照片 去比對 他所說的這些神秘的符號 看上去這些神秘的符號 有考古學專家竟然說 這個可能是 至少年代有四五千年了 這麼久了 結果他們看這個符號 還真的跟以前 中國古代的甲骨文還滿像的 為什麼巨石山 剛剛講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他們講甲骨文是 那個考古專家 他們就講說 甲骨文一般推測的年代 跟皇帝也脫不了關聯 好 其實你注意到 巨石山這裡 剛剛講的新秘新鎮 宇州這一邊 宇州這邊其實還有一個 老三坪的這個城堡 據說也是這個附近 巨石山附近有一個 皇帝城的所在 考古學上他推測 在這邊有皇帝城 這邊又有兩座的這個城堡 其中在宇州這一帶的這個城堡 它上面的城堡有兩千多間 很堅固的那個房間 房舍 絕對不是一般的 所謂什麼城寨 山寨 或者是牆盜 聚集在上面 然後所蓋的 所以你意思說 是刻意要蓋那樣子 堅固的東西在那地方嗎 而且我剛剛講說 那個攝影師不是攀上去 那個三面都是懸崖 然後地形是一個 很開闊的山林 山林上面是一個 很開闊的地形 然後一守南宮 適合古代戰爭兵家必爭之地 然後有人就想說 那難道跟皇帝有關連 是皇帝主代的地方嗎 因為在那個地方 同時還發現什麼 一些大型的這些祭壇 還有這個石器 石槌 會有這些大型的祭壇跟石槌 這些石器 都是在以前古代皇帝那個時代 帝王才有的設備 如果不是皇帝留下來 那另外一個說法說 難道是地外文明 另外一個民族 或者是外星人留下來的 因為當時任何的史書和文獻上 都沒有記載有關於巨石山 這些考古的這些 包括它這些神秘的符號和文件 可是卻留下來 後來看到那麼多 以前的民族多半都是沙發 後來戰爭沙發之後 減少有留下來 那是不是以前的這個 其中一個民族留下來的 還是說外星人 所留下來的一個符號 後來才被大陸的民眾給發現 看到那神秘的光影出現 你可以看到在北緯40度的時候 波爾丁有神秘的光線 可是到了北緯的30度的時候 河南這巨石山 也出現了怪異的光束 可是到了北緯20度的地方 你就會注意到湄公河這個地方 也有神秘的光 從河裡面緩緩升起 那湄公河境內的話 特別是我們講到泰國 它其實是一個佛教的國家 對我們來說佛教祭典 就可以吸引很多人來 其實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到 是泰立的解夏節 在11月5號的時候 剛好是它為期 三個月的首夏節結束 然後大家就會出來 參加這個佛教禁典的祭典 我知道像我們的天燈 是 但是也奇怪 這不是人放的 而且大家想想看 老先生快80歲了 那這麼久以前就有這種 火會從河裡面緩緩升起嗎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結果沒想到 這個竟然是他們解夏節當中 每年都會在這個時候 很精準的發生 他們竟然就把它叫做火球 慢慢的從河裡升上來 大家都覺得奇怪 奇怪 河裡怎麼會有火球 而且都剛好在每年的生意圈 河裡面是水 水怎麼會有火 水火本不容 而且它還會慢慢的一顆球 這樣子慢慢的飄上來 但是這個時候 他們當地的人 雖然從小就看過了 可是他們也跟他們的 這個傳說有結合 因為他們相傳 在妹公河裡面的話 其實有一隻很大的蛇 當然他們講蛇沒禮貌 他們是把它叫做這個Naga 最後叫做那家神龍 因此問題就來了 他們認為這個冒出來的火球 可不是一般的火球 是那家神龍土出來的 這其實是很吉祥的事情 這其實是慶祝這個 佛教祭典的事情 所以是龍土火球 對 畫面上我們給大家看到 就是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的這個 雖然說是大蛇 可是已經是一個龍的模樣 而且他們當地祭典 還會做很多他的一些模型 但是問題就來了 剛剛不是說有一個 將近80歲的老先生說嗎 說他從小就看了對不對 更有趣的是他還說 小時候看這個球好像比較小 好像沒飛得那麼高 也沒有那麼紅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難道這個龍 他除了會控制在每年的這個時候 把火吐出來 而且最近這個火還越吐越多 越吐飛越高 而且火球越來越紅嗎 所以也就是說隨著年份 隨著這時間的光過去 他反而球變大了 亮度變亮了 是不是越來越熱鬧 當然這個每年都會發生的 這個在解下解的時候 剛好那一天出現 這個納加火球事件 就引起當地官方的注意 所以其實他們科技部門 有來調查 有沒有結果 那調查 有 當然有結果 首先第一個 不是人放的 不是人放的 那你表示下面有東西 真的是從河裡面 慢慢飄上來的 而且立剛你說的沒有錯 那看來真的是龍 確實是河裡面有東西 但是他們不是說是龍 科學家的解釋是說 因為河底可能有一些有機物 蓄積久了之後 然後就會出現甲烷 或我們講澡氣 然後慢慢的累積釋放出來之後 所以形成這種自然的現象 那講到這裡 大家不覺得很怪嗎 立剛很怪 雖然說我們都是學科學的 可是這一些在海裡 在河裡面慢慢進行的反應 有這麼準到每一年都剛好 這個時候蓄積的量足夠 然後飄上來 而且飄上來這個氣體甲烷 居然還可以聚集在一起 變成火球緩緩升空 沒有錯 它不會擴散到大氣當中 所以其實有人做過實驗 他說如果好 我如果當作真的是甲烷氣好了 我來燒它 它一燒就沒了 怎麼會變成一顆火球 慢慢往上飄 更有趣的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甲烷燒起來的顏色 其實是藍綠色的 並不是這個紅色 顏色不一樣 對 顏色根本不一樣 對 所以其實很怪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到 這種有火慢慢冒出來的事情 立剛你知道嗎 大陸其實也有 大陸也有 大陸有發生 但不是天天發生 但是它是從墳墓裡面噴出來的 那這就可怕了對不對 話說1945年的時候 其實就有人 他們就去盜墓 結果盜墓的時候 好不容易找到這個棺果了 他們就想說裡面是不是有東西 他們就劈砍 結果都沒用 立剛你知道他們後來想到 用鋸的 用鋸的 就一鋸下去 立剛你可知道 他們盜的是什麼墓嗎 什麼墓 一鋸下去之後 他們很高興的不得了 兩個老先生探頭去看 裡面竟然火就噴出來了 結果兩個人整個臉都被紋身了 所以就留下印記 大家也都知道 你們就是去盜墓的人 大家不喜歡盜墓的人 結果問題來了 他臉上被燒灼的痕跡留下來 問題是怎麼會有火 火從哪來 對 而且這個其實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其實也淹過水了 而且也被盜過了 難不成是有機關在其中 對 就算有機關 就算有火藥 是不是也濕了 是不是也沒效 難道他們以前墓葬 進入這麼好嗎 還是有人說 這叫做盜墓的報應 因此火一樣噴出來 有的吉祥 有的有懲罰的效果 所以還是不能做壞事 神秘的火光出現了 但是顏色可以代表 其化學成分的不同 但是同樣是屬於紅色的火光 它出現在哪 出現在三星的手機上面 這全球現在三星的新手機 都在噴火 是 立剛 那個三星的Galaxy Note 7 最近在全世界大出包 你知道它的手機燒毀 你出現35例 連台灣都出現了 是 你看台灣燒毀的手機 變這樣 而且你知道嗎 根據市主 虎主說 他當時根本沒在充電 就手機擺在那邊 自己砰砰砰就燒起來了 這麼嚴重 沒充電變這樣子 這太危險了 這根本是個炸彈 這太恐怖了吧 所以現在三星也備貨 從9月2號開始 全世界全面回收 全面回收了 而且不只是 對 而且不只是Note 7 S7 均說也出問題 連S7都收了 所以現在真的很糟糕 到底會怎麼辦 大家 我看三星 但是問題是 它現在 照理來說 如果是電池出了問題 應該我是廠商 我是採購廠商 我去向電子廠商索賠 但是問題是 我跟你講 三星可能還沒得索賠 為什麼 因為它的兩大電子供應商 一個是日本TDK 轉投資大陸的新能源科技 另外一個叫SDI 這一次出爆的電子傳說 可能是SDI的 這樣來講的話 他應該向SDI求償就OK了 是 沒錯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嗎 SDI的最大股東是誰 是誰 就是三星 他自己的子公司 等於是這樣 是 所以你到底是要去跟 那個SDI求償嗎 如果你去跟SDI求償 跟你自己負擔這個 不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這樣算起來都是 全部都是三星自己的虧損 所以對三星來講 他真的是 不知道該怎麼去解決這個事情 那當然據說 他們現在已經把所有 跟SDI的訂單全部砍掉 然後轉而像 剛剛我說的 TD該轉投資的 那個中國的新能源科技公司 轉而去下訂單了 反而那邊的東西沒有問題了 那你知道他的最大敵手 這時候蘋果還憂他一抹你知道 怎麼說 還故意落井下石 蘋果是新手機也要出來了 蘋果說 我們保證我們所有的 這個電池都沒有像這次出市的廠商購買過 因為我們都是用最高的品質 超過最高的測試標準 好酸 所以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三星又爛貨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當然三星大概也只有吞下去了 那問題是 三星這次為什麼出這個包 其實很多測試相關的這些廠商講說 三星可能就是為了去跟iPhone 一絕勝負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你男人才說實驗沒結束 就趕快要上市 因為正常來講 你一個新的產品出來 你一定要通過一連串的測試 你要所有的測試 全部都做完之後 保證產品安全無餘 你才能夠上市 可是問題是 這一次他們為了要去跟iPhone火拼 所以提前一個月 把S7跟Note7都提前上市了 結果上市的時候 你少了一個月的檢測時間 你可能很多該做的安全測試 你沒有去做 所以沒講到一個月就落差這麼大了 我跟你講才會造成今天這個問題 那問題是就這一個月 你現在吃筋都破壞了 所以你就沒得混了 但是現在他更慘的就是你知道 美國FAA 就是他們國家航空局 然後甚至要聯絡國家運輸局 他們現在要沿你一個新的政策 可能以後要禁止 三星的手機上飛機 你難不成怕三星手機燒起來嗎 是 因為 那個他就算不充電擺在那邊 都有可能會起火燃燒 那我等一下如果燒起來 在飛機上怎麼辦 那不是跟一個炸彈一樣對不對 那就等於你帶一個炸彈上飛機 所以我美國當然要想說 那算了以後誰在飛機 你帶三星手機抱歉 你可能不是把手機丟掉 不然你就不要上飛機 這麼嚴重嗎 可能 但是他們目前在 去演你的一個對策 那會不會成型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次對三星的影響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條 他們如果不謹慎處理的話 我看三星的股價會一直掉 但是問題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iPhone 現在大概是在手機界的霸主 因為他雖然不是賣得最多的 但他是獲利利率最高的 是 那甚至你知道 他能夠成就他這個霸業 其實你知道從哪裡來的嗎 其實要多虧中國大陸的貢獻 因為全世界 這差太多了吧 他的手機買得好 跟中國大陸又有什麼關係 因為全世界購買三星手機最多 購買iPhone手機最多的國家 就是中國大陸 不是美國人 不是美國 他還以為美國人買最多 我跟你講 一國的消費力已經在iPhone 所有銷售的35% 你就知道多強了 非常非常大 但是問題是 iPhone也不要 蘋果也不要高興得太早 你看 這次三星 因為三星的最大敵人就是蘋果 所以他一直追著蘋果趕 可是你不要忘記 你在追別人的同時 別人可能也在追你 因為你知道現在 除了蘋果跟三星之外 全世界第三大的手機廠商是誰 你知道嗎 不是Sony 也不是我們的ASUS 都不是 HTC 也不是 我跟你講 反而是 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的華為 怎麼華為變第三大 我跟你講 因為中國大陸本身市場就大 所以人家慢慢慢慢的起來 當他質量越做越好的時候 我跟你講 那就不得了了 你知道 他們的華為的創辦人任正非 他說你知道 他們現在 除了我們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有狼性之外 他現在還有一個烏龜精神 什麼烏龜精神 就是我什麼東西 都一定要做到最好 我做到最好 我才能夠把東西銷售出去 讓大家 絕對能夠信賴我的品質 所以以前只是在求有這個數量 現在還要求精益求精 對 他現在還要更好 做到品質世界第一 那他怎麼做 像我們一般測試手機 可能就拿幾隻樣本機 或幾十隻 去做測試就對了對不對 你知道華為每次做測試 要花多少隻手機 多少隻手機 兩萬多隻 不會吧 你兩百隻就了不得 這兩萬多隻 這未免太多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烏龜精神的體現 他不斷的去用精益求精 不斷去做測試 你知道他每一隻手機 要經過跌落測試 就是從高空把它丟下來 看你摔到會變怎麼樣 你知道 就直接這樣 你說做這個畫面 對 直接我把它丟下去 新手機 對 看你會發生什麼狀況 你知道 然後這還只是一個 這個一般我相信 很多廠商可能都會做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低溫測試 是不是都沒想到吧 他把你放在很低的溫度之下 然後我看你那個手機表面 都起霧了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之後 我再把它恢復到明亮溫度 冬到那麼冷 那個手機不會當掉 是 所以他就是要這樣 他才能夠 你知道 你有沒有注意到表面上起霧 是 表面上起霧 可是你看 手機一樣能開機 都可以用 完全沒有問題 手機完全正常 是 我跟你講 這個都不稀奇 我覺得他第三項測試更扯 你知道 他居然用槍擊測試 你看 手機居然要用到 子彈直接去打他這樣測試 當然我知道他的目的 可能是會說是 我的手機兼顧耐用 不管遇到什麼撞擊 我可能都不怕 但是我覺得這個測試 本身真的是 好像超過了一個 手機應有的尺度 真的非常厲害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華為一年 花在研發預算上多少錢嗎 多少錢 花92億美金 你說的不是台幣 不是台幣 是美金 你說光這家公司 是 花在研發的經費上這麼高 都已經快要接近 我們的國防預算了 這個真的是太誇張了 對 它只是一家公司而已 你就知道人家 花費多大的精神 心力去做這些事情 而且人家對品質的要求 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有一次華為的那個 就是運送手機的貨車 走到一半 突然輪胎起火 起火之後是不是就燒起來 燒起來之後 結果你知道 當然裡頭有一些手機 可能會受到影響 會受損 後來就去做測試 其實這一個貨車裡頭 只有2%的手機遭受波及 98%的手機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 剛好沒燒到 運氣不錯 沒燒到 正常的情況下 當然那98%手機保留繼續賣 就拿去賣 有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錯 他們是為了要去維持 他們的品質 信譽 他直接把這 所有100%的手機 全部拿去直接銷毀掉 那些98%的手機都沒壞 好的手機一樣把你銷毀 就是我不要讓消費者 對我產生任何的懷疑 你知道光是這一台貨車 上面的手機價值2000多萬 這麼貴 就這樣壓碎就碾破了 我覺得這就是人家 一個幸運的保證 所以我覺得三星 蘋果 你們都要小心的 華為可能真的要追上來了 看著大陸的狼性的發揮 還有他們現在的烏龜精神 你看到了這些 你現在還看到什麼 看到的是大陸正在掐住全世界 科技的咽喉 因為最重要的一個 關鍵的技術的東西 現在就在那習近平的手中 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到英國去做訪問 很多人都講說 國家主席到英國去 應該要拜會很多重要的人物 對不對 沒錯 但問題是他到了 曼徹斯特一個研究院 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畫面上你看 習近平笑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且拿起人家手上的資料 慢慢的詢問 事實上他去的這個地方 叫做石墨西的這個研究院 而這個研究院裡面 事實上我跟你講 出了兩個很厲害的人 你知道 因為他們這兩個物理學家 因為在2004年發現了 石墨西這個東西 因此而得到了諾貝爾的物理獎 你一定想說 習近平一定是去看這兩個 諾貝爾的得獎組對不對 錯了 他之所以去這個研究院的原因 是因為華為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他正在跟這個研究院 進行一些通訊產業 還有一些通訊 這個資訊訊息的 一個研究的方案 石墨西 沒錯 華為在跟這一家研究院 在進行研究 是 在進行合作 沒錯 所以習大大去看 重點就來了 事實上很多人 對石墨西這件事情 可能一開始沒有概念 可是我講一個東西 可能大家就 我懂 什麼東西 懂 懂對不對 好 我手上有一支鉛筆 事實上我們在鉛筆 最前面這一段 就是所謂的石墨 你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但問題是這兩個物理學家 為什麼他可以得到 這個所謂的諾貝爾物理獎 是因為他們發現到說 石墨西事實上 他把它從這裡面 給它給萃取出來之後 它可以變成全世界最薄 跟最堅硬的奈米材料 原來石墨西是個奈米科技的東西 而且這樣的一個奈米材料 被視為是未來取代 矽這個東西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產品 那矽大家都知道 在半導體產業裡面很強 對不對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那什麼東西 原的 那個是手機 你們看到可以彎折 我問你螢幕會不會裂掉 如果你的手機折開 當然是不會 它不會裂 它不會 它這麼厲害 這就是石墨西的特性你知道 尤其以石墨西 它做的這個屏幕 就這個螢幕來講 它的透光率非常非常好 至古 如果你喜歡看武俠小說 應該聽過東邪跟吸毒 有 東邪就是黃藥師 黃藥師他因為仇家很多 你知道他有個女兒叫做黃蓉 黃藥師為了保護他的女兒 所以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軟胃甲 這個我跟你講非常的堅硬 但是質地輕薄 而且又透氣 據說那就是最早的 碳元素的一個材料 碳元素 石墨也是碳元素的東西 後來有一個人叫楊過 大俠了對不對 對 也把這個很簡單提煉過 這個類似像石墨烯的東西 塗在它的劍上面 後來據說變成寶劍 到黃蓉的時候 更加發揚光大 把再次提煉過的這個 比較接近我們現在可能看到 這個石墨烯的一個狀態 把它變成什麼 乙天劍 乙天劍就這樣來的 還有土龍刀 那這兩把劍跟刀 都是有名的東西 是啊 那難不成在那個年代 就已經知道石墨烯怎麼運用了嗎 所以我們就講說 現在看起來是 因為講說 以前你說古早的故事 那知道真的還是假的 那是武俠小說 可是我們剛剛就講 您剛剛看到那個穿戴裝置 那個就是運用到 現代的科技裡面去 我們剛剛講到說 華為在很多地方上面 它似乎要成為通訊大國 要做這個強項 但是你畫面上面仔細看一下 您看這麼大的一顆 你覺得它重量有多重 一定超過兩公斤 應該很重對不對 對啊 那麼厚 你搞錯了 200顆 這麼輕 200顆 那我知道 怪不得這個習近平 要帶著華為 跑到曼特斯特去簽那個約 就看人家的那樣一個狀況 那他把這些彎折的地方 用螢幕來做的時候 那剩下電池那些東西 他就坐在最下面 那個感覺上面你有沒有發現到 輕薄短小 全部樣樣都包在裡面了 那如果這個東西 真正發行出來 不是很強很炫嗎 商業上面來說 真的是很炫 是 那所以講到西偶 我以後不用帶手機 我全部帶在手腕上面 沒錯 講到西偶的這個 其實大陸還有一個強項 叫做西土 西土事實上是在化學元素 這個週期表裡面 有17項很稀有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講這個 它的名詞真的很難唸 可是我們光講另外一個事實 是 中國的西土的這個 所謂的它的儲存量 是全世界的36% 可是它的產能 卻佔了全世界的97% 甚至以美國來講 美國在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電池 或者是在高科技的產業 甚至連它的國防工業 用到了很多的西土材料 根據美國國防雜誌它的統計 我告訴你 百分之百都是來自於 中國西土的輸出 百分之百 這麼高 百分之百 那你意思說國防工業裡面 沒有這個玩意兒 那些高科技傢伙都別飛了 美國當時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你大陸 都壟斷了很多的東西 那我們來禁止他們這些材料 進到美國去 後來發現到 這完全不可行 因為你有太多的高科技的東西 需要用到它的西土 比如說 以西土來講 它可以做一個叫做 高強度的泳磁體 光那個愛國者飛彈 就那個地對空的那個攔截導彈 裡面就要用4公斤的 這樣的一個高強度的泳磁體 這麼多 所以你如果不跟大陸買西土的話 那你愛國者飛不出去了 連F-35都做不到了 F-35都飛不起來 F-35都飛不起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當大陸擁有這麼大的 一個產量的時候 我們就講實話 你美國你要跟他進什麼 即便你們感覺上 在軍事上面互相對抗 政治上面互相有些干預 但問題是 現在大陸拿著這些稀有的元素 稀有的這些稀土 掐住你美國的咽喉 我們看到現在的全世界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科技即使是雖然在發達 最重要的關鍵技術在誰手上 誰就是老大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前幾天 俄羅斯發生了一起車禍 但是這起車禍 引起全世界的情治單位的關係 因為這件車禍不單純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他的這個庫竹佐夫大道 竟然發現 總統要被暗殺了嗎 什麼 怎麼可能 你看那個畫面 你知道嗎 這個紅圈圈的地方 後來這個整個車子停下來 那個是俄羅斯總統 普丁的座車 是誰這麼大膽 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然後去衝撞 普丁的這個座車 然後似乎要置普丁於死地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逆向衝撞過來的 而且對向來撞的 雖然是一台這個賓士車 可是你知道嗎 卻把這個總統坐車 普丁的這個座車 B&W他的座駕 幾乎撞了車頭 快稀巴爛 你看到這一則 這個交通意外 真的是來得很突然 令大家捏一把冷汗 想說這是不是又搞陰謀 因為我們知道 俄羅斯之前那個總統葉爾勤 碰到很多的暗殺 密謀刺殺他的威脅 不計無數 非常多的次數 對 普丁就更不在話下 光是從2013年來 接到了暗殺普丁的情報 太多了 這一次在俄羅斯莫斯科 著名的庫圖索福大道 竟然發生他的坐車 總統坐車被撞 令俄羅斯的國安單位 跟軍方都不敢大意 後來發現他的駕駛 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御用40多年的駕駛了 老駕駛了 他非常信任他 非常自殺的 駕駛技術也非常好 所幸 這個普丁不在車上 因為他已經出國了 他去參加這個G20 在中國大陸 所以車上只有他的駕駛 但是他的駕駛 在事故的發生過程當中 不幸身亡 而大家都好 這麼嚴重 大家都好奇說 為什麼那一台車突如其王 就這樣子從對象這樣子衝撞他 是不是有不軌的這個意圖 而且他的車怎麼這麼不精壯 這個是總統坐車 總統坐車他的防護性 應該會比一般的車子還好 要更強 好 那對方的車子 怎麼會撞到他的車子 爛成這樣 對方的車子還好 對方的車子難道有 加裝更好的這個防護裝甲嗎 防護性 否則怎麼可以把總統坐車撞成這樣 這都是很多疑點 有帶俄羅斯莫斯科警方 還有他們的國安情治單位 一個一個抽絲剝繭去調查 但是說到我剛剛講 他們的駕駛 有40多年的經驗 俄羅斯的這個總統的隨護 還有包括他開車的司機 竟然可以用這麼久 你知道他們的這個坐車駕駛 是不隨便換的 也不隨便 就是精挑細血你知道嗎 但是說到總統身邊的隨護 你知道嗎 2013年的時候 俄羅斯總統普丁 跟這個德國總理梅克爾 在德國的漢諾威工業展 參觀那個展覽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你看 眼明手快的是誰 俄羅斯總統普丁身邊的隨護 把這個要抗議的一個 這個女性主義團體 一個上空女郎 趕快給拉開 當時大家都只注意到 普丁的這個鬥趣的表情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俄羅斯總統旁邊的那個隨護 這都是把這個女的搭開 就是普丁的隨護了 她的隨護怎麼反應這麼快 快了兩三秒 旁邊你看看那個 把德國總理梅克爾身邊的隨護 硬是給比下去了 當這個意外八字的時候 你梅克爾的隨護你在幹嘛 你在看好戲嗎 這是不可能的 發生這種狀況 兩邊元首的隨護都要出動 一個是特國 一個是俄羅斯 應該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可是沒想到俄國的速度 比德國的還快 對啊 可是你想想看 可是發生地點 居然還是在德國 德國多沒面子 而且這個慢個一拍 慢個兩三秒 你的主持下場 可能就不一樣了 面可能都丟了你知道嗎 大家就想說 為什麼俄羅斯總統旁邊的隨護 這麼有過人的反應 怎麼這麼快 你看梅克爾還被嚇到 普丁都已經 他的隨護都已經圍上來了 就是因為傳聞 普丁他很重視他身邊的隨護和保鏢 據說俄羅斯的這些保護總統 這些政要的隨護 都有服用一顆神秘的藥物 服用什麼藥物 這個神秘的藥物 據說可以改善他這個人體機能 你知道嗎 不信你來看看 所以你意思說他們會變得更強 他們在看那個畫面之後 他們在穿冬天跟夏天的衣服 你知道嗎 夏天的時候 俄羅斯凍著也是30度 冬天的時候是零下二 30度 可是你看俄羅斯總統 他旁邊的隨護 他穿的衣服冬天跟夏天好像差不多 夏天是穿這樣子 新裝襯衫的 冬天穿的也沒有比夏天還多多少 你看普丁他本身 他自己很喜歡秀出 他很Man的那種感覺 這是冬天 對 可是他旁邊的這個隨護 當然就不能穿得比總統還多 據說他們吃了那個 不用的神秘的藥物 可以改善他們對人體 對自然界的環境的反應 所以他們完全不怕 周遭環境的面前 而且他們的嗅覺 視覺 聽覺 都比一般的還靈敏 就像蜘蛛人一樣 危險查知得很快 而且他們身邊這些人 什麼武器都可以操縱 還會帶這個西洞式的這個 SS8的這種 防風式的這個 移動地對空的這個導彈 甚至什麼樣的一個輕機槍 全部的輕重武器 他全部操縱 幾乎像一個他旁邊一個 那個不折不扣的一個軍隊 就像一個戰士一樣 而且這些人你知道嗎 他們完全不怕吃苦耐勞 之前那個英國女王伊麗莎白 他不是到俄羅斯的 聖彼得堡去訪問嗎 後來到了這個聶瓦河 他就臨時遊興大發 他就想要搭一個船 去游覽一下聶瓦河上的風光 那時候他是沒有事先申請的 要不然總之那個船 會側這裡檢查一頓 可是女王既然想玩 想搭那個船了 也沒有通報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俄羅斯總統的旁邊派出了 去保護女王的水務 二話不說 就算那個時候河的溫度冰冷 到只有二 三度 接近零度 馬上跳到水裡面 去把這個船下面的這個 安全檢查 安全檢查 有沒有炸彈防爆裝 對 有沒有爆炸裝置 安裝在那邊 然後整個檢查一遍之後 再游上來 OK才讓女王這樣 看了旁邊的英國的那些 保護女王的水護 特勤人員不都傻眼了 都傻眼 臉都快丟光了 你看人家俄羅斯的水護這樣子 後來英國女王聽說 聽到之後都很感動說 俄羅斯總統旁邊 他們這些特勤水護 真是拚命 看著那俄羅斯 你會發現到俄羅斯的民族 真的是不太一樣 但說到俄羅斯 兇悍的一面是非常的兇悍 但你看到那普丁的坐車被撞 當然要講到陰謀論有可能 可是車速過快 其實還真的開得滿快的 但說到那車速快 俄羅斯有什麼方法 讓他們的車速 在那限速之內 俄羅斯被稱之為戰鬥民族 不是沒有原因的你知道嗎 在非常的時期 就要用非常之戰鬥 你畫面上面仔細看一下 你看俄羅斯他們開車 竟然很衝直撞 旁邊就出了一個車禍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好嚴重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大家每次開車 經過路口的時候 都減輸 完全不減輸 不煞車 反正我最大我就跟你Fighting 結果我跟你講 現在俄羅斯厲害了你知道 怎麼說 你走在路上的時候 很多人乖乖經過路口 居然會停下來 為什麼會停 就因為畫面上 有這樣兩個女孩子 他們手舉著兩個標語 一個是60 一個是40 你難不成在宣導車速 你怎麼這麼聰明 可是他們這樣的宣導方式 未免也太顯眼了吧 增加人家製造車禍的困擾嗎 因為我會想要看 對 你會想要看 其實很多人都為了想要看 可是你知道 根據他們俄羅斯的統計 我因為派出這樣的上空女郎 拿著這個速線的標誌 我居然沒有增加車禍事故 我知道原因了 你說 因為他們都穿得這樣子 我要減慢速度來看一下 你敢你可以到俄羅斯去 是不是就合身機台 真的是這樣 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很多的駕駛講說 我真的是特別想看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把車速給減慢 當地的老人家更開心 老人家為什麼開心 我以前過馬路的時候 那車子完全沒理我 而且開過我旁邊還罵我 你走在這幹嘛 然後現在呢 這幹什麼事 這不是你走的 結果現在大家居然會禮讓老人 懂得禮讓了 懂得禮讓了 那也就是說用這套方法有效 在俄羅斯或許有效 在其他地方不知道有沒有效 但是我們來看俄羅斯 我們講稱之為戰鬥民族 所以他的軍事武器 武力應該也很強對不對 對 所以他的記者也很厲害 他們每次在這個 所謂的軍事頻道上面 都會讓記者深入到前線去 問你這個人 怎麼站在飛機上面 厲害了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剛剛講說他深入到前線 進入到基地裡面去 尤其畫面上面你看一下 他帶著俄羅斯最驕傲的突擊步槍 就這麼爬上了戰機 不知道這個做法 在其他國家可不可以被接受 戰機可是重要的軍事裝備 可以讓你這樣搞 米格29停在那邊 他就這樣子踩在 兩個飛機的姿勢上面 而且我再告訴你 他其實是個記者 記者可以這樣做啊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這個 所謂的運鏡的手法 包含他的這個講話 還滿帥的 整個畫面場景看起來很壯觀 這看起來像購物專家 難不成 這個就是俄羅斯 他另外一種一類的手法 你說這是在賣飛機啊 我們一般在介紹 這些軍事武器的時候 我們就頂多講 他的飛機租源性能 還有他的一些特色 對 就這麼而已對不對 正經800的講 正經800的分析 但是不是 他的這個記者 基本上就把這些東西 當成他的伸展台 當成他的舞台 所以他拿著這個步槍 其實就爬到飛機上面去了 這樣子走秀給你看 然後告訴你看 我們的武器性能有多棒 我是很覺得說 他這有點像是在 我們曾經看過那個一字馬 有沒有 你看他這樣子像不像 那個一字馬的樣子 像 非常非常的像 然後就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 我們的飛機其實性能很棒 我們的武器性能很棒 這招有用 2055年的時候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在講說 現在全世界軍事工業不景氣 很多國家想要賣軍火賣不出去 可是透過這種行銷的說法 拜託 人家那一字馬賣的是汽車 他這裡居然這樣子 一字馬來賣飛機 人家用賣飛機的方式 在2015年的時候 創下了570億美金的 軍火的交易量 這麼多 這個可就很厲害了對不對 厲害 就是動態的展示 因為我要賣這個火箭推進器 我就直接讓記者打給大家看 你說這火箭就直接這樣子打 他就直接這樣打給你看 所以你可以看光這種畫面的效果 真的在動的車 他就直接發射火箭 直接把它擠毀了 這個號稱是 全世界目前最小的火箭推進器 而且威力非常大 你打出去之後 周圍50公尺 無一能夠倖免生活 單兵武器最強的 所以我就說 這真的是很厲害你知道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另外的厲害 我一定要講給你聽一下 什麼東西 你知道俄羅斯去年 有個東西賣得很好 什麼東西 棒球棒 一年賣了50萬支的球棒 那不得了 可見得他們棒球隊 厲害對不對 未來一定可以得到 一些比賽當中奪冠 但是只賣出一顆棒球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麼多的棒球棒 一顆棒球那怎麼打 不是 他們那個棒球棒 不是拿來打棒球的 拿來打什麼 他們是防在車子裡面 防身用的 只要一開始發現 我們剛剛那個車禍 大家超傢伙 你說畫面當中這樣的場景嗎 你有沒有看到 有 就是這樣子打給你看 因為我們是戰鬥民族 我們看到那戰鬥民族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風格的存在 但是還真是與眾不同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這模特兒 如果長得像芭比娃娃 你會覺得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看這個叫 李爾米克拉這個女孩子 你覺得她長得漂亮 漂亮 漂亮對不對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 模特兒 好像看起來有一點怪怪的 那種感覺 哪有怪怪的 就是她會不會太漂亮 長得像芭比娃娃 就是太漂亮 太像娃娃了會不會 那當然是 整形整成像芭比娃娃 不是有很多人這樣做嗎 你會覺得她是人嗎 你會覺得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應該是真的 可是這個長相實在是太奇怪了 只是那個濃妝艷抹 那個妝畫得厚了一點 因為她PO了很多生活照 你知道又在夜店 又在很多地方 可是這長得實在是有點 讓大家有點奇怪 所以很多網友說 你這個會不會是修圖修太多了 甚至有人說 你根本就不是人 你是個娃娃 只是故意擺在這個地方 來做照片 人家現在IP上面 有7萬人粉絲 是 將近7萬人 一直在追尋 所以也就是說 她這個照片 只是她修圖修過頭了 只是問題是 這真的是修圖修過頭嗎 那有些熱心的網友 還去比對 所以其中有一張 她穿比基尼的那個照片 她說你看 如果是正常人穿比基尼的話 她那個天帶 應該是稍微會往外闊一點 因為人的自然的肩膀 那個構型是這樣 可是她不是 她剛剛好是直接跌在上面 所以表示你不是真人 你可能是個 對 你可能是個娃娃 當然這個理論是真是假 我們不知道 只是說真的 如果真的有人直接 就長成這個樣子 我還真的滿好奇的 她到底是怎麼生出來 為什麼可以長成這個樣子 她那個AFP上面那麼多人 7萬多人 那她怎麼回應 問題是現在日本年 那個二次元偶像初音 也有好幾十萬人在迷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世界上 有的時候很多事情難說得很 那立剛我們再來看 這個人 這個人叫Marcel Gaudi 你看 你覺得他長得像不像一個人 你覺得他長得像誰 像誰 超人 我跟你講 像芭比娃娃的男朋友 肯尼 肯尼啊 對 你不覺得他長得有點像嗎 他是啊 他就肯尼啊 芭比娃娃的肯尼 可能就因為有這樣的人 搞不好是因為學他對不對 不是 其實我說真的 他是學肯尼的 你知道嗎 他今年29歲 是一個巴西人 他從小就很羨慕女孩子 為什麼可以玩芭比娃娃 然後這些芭比娃娃 每一個身材都這麼漂亮 比例這麼完美 所以他希望自己也能夠 變成跟芭比娃娃一樣 甚至變得完全跟肯尼一樣 所以他就去做了一些手術 不斷的希望自己能夠 完全變成肯尼 真人版肯尼 他不是真的這樣練出來的 他原來不是長這個樣子 他去做了一大堆的整形手術 你知道嗎 甚至還為了去讓自己 整個身材完全跟肯尼一樣 他去做了胸部手術 還失敗 失敗之後好不容易才救回來 然後又重新去改造自己的身體 然後甚至為了 他是巴西人 他為了能夠讓自己 更接近完美比例 跑去美國去找醫生 去跟醫生講說 我可以把我的肋骨鋸掉 人的肋骨很重要 是保護肺部的 你把他肋骨鋸掉 那他 他為了讓自己整個身材 跟肯尼完全比例一模一樣 但那個美國醫生說 你不要把做這種手術非常危險 不要去做這種傻事 結果他不聽 你美國醫生不願意做對不對 他回到巴西去找醫生 這個醫生幫他做 把他的兩根肋骨鋸掉 真的鋸掉 真的鋸掉 我跟你講 很可怕 他居然為了 像自己的偶像一樣 然後他現在覺得自己 非常活得非常開心 因為他真的已經完全像肯尼一樣 美夢成真了 是 那可是今年 日本推出來這個代表引起 很多議論 你知道 這個人叫吉川Priyanka 他是印日混血 他父親是印度人 母親是日本人 他混血就退出來之後 你說他是日本代表 是 我怎麼看都不像日本代表 對 我跟你講 包括很多日本網友都說 我看不出來他像日本代表 你確定他是日本人嗎 是 那他怎麼能夠代表日本呢 甚至還有一些網友很痠 可能是因為長得不是很像日本人 所以他們說 我也不覺得他長得有多好看 他長得滿普通的 為什麼要推出這樣的代表呢 不是 他可是冠軍 是 其實我覺得有些人 也不必要這麼痠 因為人類本來就是 混血來混血去的 對不對 我們的主張都是從非洲來的 為什麼要去今天計較 外面的長相 其實我覺得人家長得 也非常非常漂亮 搞不好這次就讓他奪冠 誰知道 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要那麼痠 實際上 我們當然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族群之間融合混血 好像有的人還是有一些偏見 覺得怪怪 可是實際上混血通常會比較漂亮 身材比較好 身體也比較健康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們人類的 十萬個功能基因裡頭 大概每一個人平均 都有五到十個左右 你可能是帶有一些 致病的這些基因 那如果說你都是同一個族群 不斷地在交配的話 你接下來你的下一代 會出現這些致病的基因就會很高 所以你意思說相對的 那個基因量減少 那種壞的基因量減少的時候 你本身好的基因量 就比較多了 對 所以 你如果多跟其他族群混血 其實你會發病的情況 反而就減少 所以你根據遺傳學的標準來講 其實混血的越多 下一代越健康 你才越能夠在世界上生存 所以大家對混血兒 千萬不要存有偏見 但是我也必須舉一個例子 最近美國長春的名校康奈爾大學 你知道進來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 十二歲 十二歲而已 康奈爾大學十二歲 我跟你講十二歲 他叫Jeremy Suler 你看Jeremy Suler 他今年只有十二歲 你知道因為他的父親 他是美國跟韓國人的混血兒 他從小就異常聰明 然後三個月的時候 就已經表現出來 他好像對外界的接收吸收能力 異於常人 你知道他兩歲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 已經會講韓語跟英文了 這麼厲害 雙語 超級誇張 然後你知道嗎 他五歲的時候 開始學微積分 我到現在已經快五十歲了 我文記分也沒學好 我告訴你 我們大學的學生很多 文記分都考不好的好不好 是 然後你知道 他五歲就已經可以看完 全部的魔戒 魔戒其實那個文字是很優 魔戒很深 對 是很優美的文字 不是一般小孩能夠看懂 對 然後他甚至因為看了 他媽媽藏了一本書 叫數學大定律 他開始精心 從五歲開始精心研究數學 後來到八歲的時候 他跟他爸爸就是到英國去出差 就是去在那邊居住 他還學威爾斯 布魯塞爾 這些當地的這些 所有比蘭 風土 民情 所以人文他全部都學習了 那麼小就已經回去了 我跟你講到了十歲的時候 他父母都是很優秀的人 到十歲他父母已經沒辦法教他 因為他已經比他父母還厲害 太強了 對 所以現在他進入卡納爾 他也成為長村的名校 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學生 為了他畢業 也將是長村的名校 最年輕的畢業生 我們看到人類當中 有許多的人特別的異常 這些人 有超乎一般人的這種程度跟能力 所以他們的發展的速度來說 比一般人要快 但是人類的超乎異常 其實還不僅限於這樣 如果遇到了大雪崩 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但有些人的反應就不一樣 面對天災的時候 我覺得人大概就只能夠 敬畏之心 而且要想辦法 讓自己能夠躲過對不對 但是畫面上 我們要跟大家講的 這一次的話 其實是在這個 印度的研究人員 然後這邊的話 是在喜馬拉雅山 大家在畫面上看得出來 山坡上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雪崩 有沒有看見 雪崩 恐怖 你有沒有看到 你大批的雪這樣崩下來 鏡頭上的人 你怎麼還往前走 應該快跑才對 他們不怕被埋掉 是 這就很令人好奇 有沒有看見 怪 前方那個穿黃色衣服 有沒有發現 他還繼續在往前走 這真的是 我們之前龍遠鳳 有跟大家介紹過 有人喜歡追極端的氣候 我們把它叫追風 這個難道叫追雪嗎 這實在是太可怕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不斷的迎向前去 就想要把這個畫面 全部把它拍下來 跟給它記錄下來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不知道有沒有人還記得 兩年前 喜馬拉雅山發生大雪崩 其實才埋掉了30幾個人 對 對 那麼多可怕的事情 來 我們畫面上次 給大家看到 大家要知道雪崩 其實非常恐怖 不管是屋頂上的積雪 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積雪 其實全部這樣大塊的冰跟水 這樣其實傾瀉而下 這是非常恐怖的 來 接下來還有畫面 我們跟大家講到 例如說這一次的話 這其實是在這個 阿爾卑斯山附近的話 有沒有看見 你看 這麼樣大量的這個雪跟冰 這樣子傾瀉而下 其實這非常恐怖 而且立剛你知道嗎 雪崩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時候要跑 你滾崩在跑步 你看它的速度 都超過100多公里 人怎麼跑得過 怎麼可能跑得過它 而且好 雪崩下來 大家不要想說 這個好像很浪漫 你就在雪上面 然後就滑雪活下去 哪有這種好事 雪崩這樣雪 一來的時候 你可能就被埋掉了 馬上被埋住 馬上就被壓死 好 那如果說你運氣還不錯 埋下來你沒有馬上被壓死 接下來的話 你被埋在下面之後 其實你會悶死 因為空氣根本沒有辦法進去 對 好 如果你沒有被壓死 你又沒有悶死 你接下來會凍死 你也太冷了 對 所以其實雪崩 一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OK 我們剛剛不是跟大家說到 這印度的研究者 竟然還迎向前去對不對 但是其實今年2月的時候 一樣是印度的人 就沒有這麼好的事情了 我們跟大家講到 是在這個海拔6700公尺 在克什米爾那附近 那其實印度那一邊 大家有沒有看見 大家在做什麼 因為那邊發生了雪崩 結果他們有 10個士兵被埋進去 埋在這雪下面 對 就被埋下去 然後他們就全部去救 畫面上看到是令人很振奮的一刻 因為他們挖呀挖的 你看你知道嗎 海拔6700公尺 他們這樣挖 空氣很稀薄 對 而且他們挖了10公尺 這些人被雪埋了10公尺 而且立剛你知道嗎 埋那麼深 那還活得了 那還找得到嗎 我覺得找到人就很厲害 結果果不其安 六天後才找到人 你不是說一天找到 不是 六天後 六天後在那 冰下面還可以活得了 他們找到 其實9個人已經過世了 但是為什麼講9個人過世 因為竟然有一個人活下來了 所以其實畫面上我們看到 他們其實非常的振奮 因為沒想到 你想想看 被埋到10公尺以下 找到就不容易了 結果竟然還有人還活著 大家就很好奇 你是怎麼活著的 結果原來好像是 他在緊急的狀況之下 他把他們帶的這個 氧氣呼吸面罩把它拿來用 所以其實竟然就讓他 撐過了這麼多的時間 但是問題來了 可是能呼吸零下四五十度 怎麼在裡面活下來 而且我很好奇的是 因為有人會認為 你只要受困超過三天以上 你的整個精神狀態 其實會變得非常的不穩定 到五天根本已經沒有辦法承受 所以他被發現的時候 其實整個已經失溫 然後這個溫度下降 而且他整個身體非常的虛弱 其實我都很好奇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是不是根本就算救回來 是不是他的一些四肢手腳 是不是也沒有辦法再復原 所以其實冰雪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自然 但是大家要注意 千萬不要遇到危險 還迎向前去 我們看到有許多人 都有那好奇心 但是有些時候好奇心 可是會殺死人的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常常有時候 會看到一些大的活動 會有一些神奇的螢幕出現 事實上G團體現在 就在中國杭州熱鬧的展開 畫面上面所看一下 在杭州很多人最有印象 是印象西湖這樣一個表演 結果這一次 G團體的這些領導人 齊聚在西湖看一出 叫做醉意是杭州的 這樣的一個劇 那你知道嗎 這個 因為因為西湖不是有水嗎 是 怎麼會這人站在水上 你眼睛真好 他們就是在湖面上進行表演 當然這個湖 過去在印象西湖裡面 是經過加工了 所以他們其實走在這個平台上面 但是這個戲 事實上已經經過一年的排練 導演張藝萌他說 他要把這一個劇 能夠讓它符合創新活力 還有連動以及包容 就是要符合G團體 這樣的一個精神 而且你知道嗎 立正 事實上杭州在過去 大家想說有三個地方一定要看 一個是西湖 一個是林林寺 另外一個是西湖 另外一個是西湖